我要当乞丐 我要当乞丐 我也要当乞丐 大宝 你不是一直很想当王子吗 我再也不想当王子了 小辈小雪总是欺负我 让我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谁更适合当王子 我选大宝 我也选大宝 啊王子 我快拿来吧 大宝 最受欢迎的王子 应该请我们吃零食 哦 为什么 大宝 最受欢迎的王子 都是很大方的哦 对 我现在是王子 我可不能小气 汉堡炸鸡随便吃 我请客 大宝真是一个好王子 小雪别夸我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大宝 你的新量版玩具给我玩 不行 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大宝 你都是最受欢迎的王子了 就不能大方一点嘛 好吧 大宝 你去给我买汉堡和摘鸡 小雪 你怎么不自己去 大宝 我可是选了你当王子 你帮帮我怎么了 好 好吧 玩具 我摔 小笨 你怎么能摔我的玩具呢 大宝 你是王子 应该不会生气吧 我的王子 你们怎么能这样的 我再也不要当王子了 小雪小辈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大宝呢 陈灵仙子 我们只是用大宝对我们的方式对他而已 不信你自己看 回忆之境 小雪 要不是今天我投票给你 你肯定不能当最受欢迎的公主了 谢谢你大宝 小雪 你能不能把作业捡我瞅瞅啊 大宝 不行 作业应该自己做 小雪 你都是最受欢迎的公主了 就不能帮帮我嘛 好吧 小白 今天多亏了我给你投票 你才能当选最受欢迎的公主 谢谢你大宝 小白 你今天能不能帮我做职日 什么 大宝 我才不要帮你呢 小白 最受欢迎的公主 应该是乐于助人的 你就帮帮我吧 好 好吧 大宝真是太坏了 是啊 大宝选我们当了公主以后 就知道使唤我们 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让大宝也当一回王子 好 我们要让大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原来是这样 小雪 小贝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们 你们就原谅我吧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期见 黄 自己 我的 是 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